阿娇这次举行的是真婚礼,12月20号,在香港尖沙嘴酒店八层,圈内的好友都会到草间这两人走进婚姻的殿堂。 从网报的场地图看,阿娇和蜡红国婚礼的布置非常的简约的,像是一般婚姓公司就能复制出来的。 场地也没有过半的大气豪华,非常补肃主舞台的布置,也相当接地气只有入场时的这个小舞台,有一点惊喜,不要说跟圈内明星比,这跟当初阿娇的古堡顶婚派对没法比啊。 好在他们的伴手里还是花了一点纤色的,定制了两人的卡同造型手机可,使用又有创意,不知道可不可以选型号这次婚礼。 阿娇,荣祖儿作为伴娘会全程守护阿娇,就像当初在订婚派对上那样。 5月份的那次是订婚,前两天的是注册迷失,现在才是婚礼。 一波接一波的上新闻,不少网友看到他结婚的消息已经有些迷语,毕竟能把结婚这个事情弄得如此笼弱高调又白锁的,除了挨娇,欲了春环。 找不出第二个人,吐槽归吐槽,小盘还是有些心疼阿娇的。 初到18年,他在圈内的第一段感情经历在外人看来就如此的不堪,陈冠希也成为了影响他一生的人。 说到底,他也只是和男友做一些私密的事情,并没有违反任何道德和法律。 就因为被无良人爆出,影响了一生的事业和命运。 后来和韩兴全名医的感情,一直维持了十个月,原因还是因为男方劈腿。 看着颜值,可以说是阿娇历任中最丑的一个了。 一直以来,阿娇被问到感情问题时,他流露出来的,都是期待与渴望。 现在终于找到了真命天子赖红火,还一定会有一种想要全世界都知道的幸福感吧。 所以,举行订婚仪式,注册仪式,结婚典礼,都是为了加深幸福感。 这么多年,他也就想在这段婚姻开始时任性一次吧。 离过婚的蜡红火屡次被传世家男,这不是网友见不得阿娇好,而是怕阿娇再次受伤。 如,金阿娇一无反顾的选择了,和蜡红火步入婚姻殿堂。 除了祝福还是祝福,相信在阿娇强大的姐妹团的监督下,就算蜡红火红有什么小心思,也都会被掐死在萌芽时。 好在当年受那三位影响的主员工,现在都有了好的归宿。 张伯志的小王子已经满月,虽然第二月老公身份沉迷,但一定是对他好,他才会一无法顾的托付中山。 陈冠希也早已为人夫,为人夫,事业也做得红红火火,一直让人心疼的阿娇,经历了这么多的考验和磨难。 既然他想要深刻而隆重地纪念自己的人生大事,那坎克们就多包容一些,多祝福一些。 希望阿娇和蜡红火能白头到老,永远幸福。 阿娇和蜡红火能白头到老,永远幸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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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